新北市的平臨期 認證核遜言報復期 生態反應動後 富氧重的重點和數量未動度 同時平臨主要的選項核保存產 未到未到對港中動物都可以親家來做經營 主要意見在平臨 核總共的核心人的產業 也下核傳動力提示推理 也近年代 韓國的批核的 富氧重點 在基盤的效率下 未到平臨的產業有過無窮用的新發展 我們海拔大概是300到600公尺 因為這邊我們早晚的溫濕度差很多 我們早上都有很多的露水 所以是非常適合茶葉種植的一個氣候 台灣求生客家給爆煮茶 讀核兩位做過 不過早年規則無窮用 還會做無窮用的茶葉 它一個茶樹 它有時候可以做到兩種或三種的 不同的茶產品 所以我們夏天會來做蜜香茶 那有些人會在春夏之間 或是冬天會做像冬片 所以我們才會說我們一年會採五季的茶葉 平臨海拔催水庫蓋濕水去 也不容易裂造水間不浮去 不准一般匯發的行為 雖然海拔在經濟發展 不過早上也真會安憂 平臨維持在東口蓋自然環境 像我們現在是白天嘛 而且人那麼多的情況下 我們沒看到很多野生動物 其實到傍晚 晚上 會有很多猴子 穿山甲 或是甚至像山腔 都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冬冬年春夏 集體海珠寒蓋世界 也配合保養春夏季 幾乎久長 蔡體擦人突然離開 窮下走叉 走叉 也許蔡米很勇敢做出來 哪裡 平度板橋 有來採過茶嗎 第一次 教的 可以問老闆 這應該我來採的還不算不錯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因為你是直接用觸感去摸茶葉 然後一心二葉 其實很常聽到這一句話 但是你真的在自己實際上 體驗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真的有串聯在一起的感覺 就非常有趣 對 以前國道有曼開通的 修圍下去 現在國道有開通 也有漫遊的地方 所以國道有曼開通國 有核燒下去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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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